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再来玩这个,我估计大家又会说我来拍飞机杯了吧 其实这玩的包装啊,一压工作室 在第一弹鸭妹出来的时候就这种圆筒形的包装 后来第二弹扎骨妹做的是那种普通的盒子 这一回的哈曼又回归到了原先的圆筒室 挺好的啊,省地方还保护玩具 打开后里边有一张哈曼的杯垫 也相当于人物卡的形式吧 配件内容有一兜替换手型,一共三对 共计三枚替换面雕,不同的表情 你觉得每一个做的还都不错吧 我当然最喜欢的是这一张脸啦 这个表情在描述着什么呢 应该是吃了比较辣的东西吧 伸出舌头 来看玩具的实物细节,头雕描写还是非常不错的 发丝纹理这个刻画也算是比较精致 我尤其很喜欢脸蛋上这个红脸颊 一道一道画出来的腮红感觉 小嘴巴粉嘟嘟的很可爱 头发注塑的很精美啊,并没有任何的气泡和磨线或者毛操的地方 还不错啊,相当于手办级别了吧 衣物同样为纯布料材质 而且这一回的走线看,它这个修身效果做得很好啊 非常凸显这块哈曼的身材 小披风里外面不同的颜色 缝合的地方也是很规整的,并没有任何的毛躁 围巾的这一块其实是两个独立的零件嵌在一起啊 所以它在头部来回活动的时候不是会很影响 唯一可惜啊,这个小披风中间并没有什么铁丝来进行塑形 穿着的时候后边是魔术粘口直接撕开就行了 内裤为钉子都当不行式 此外这回最大的改动 素体改为了半包胶的形式 所以这个拉一拉色软的就很好揉 可动的关节吧,也都是正常女病人该有的都有 虽然是半包胶的形式啊 但是它这些关节其实都会露出来的 有衣服的遮挡吧,倒是细节影响不算大 大腿的部分就是硬的材质了 相当于是啥呢 上半个身体的骨架外边包了一层硅胶 但有啥说啥,这个素体的身形修的还不错 可是拿起来轻飘飘的 但手感摸起来其实挺廉价的 可能也是碍于成本限制吧 毕竟这一套卖它才卖不到200块钱 我想想一下这个价格都有多恐怖 而且之前一压的产品是做到了1比8到1比9的一个身材比例 差不多是那种手办级别的身高 但这一回的身高可是做到了1比6的比例 想一想女兵人圈1比6不到200块钱 这个性价比是不是一下就出来了 尤其这种廉价素体加不一的这种做法 让我想起来奇场F设在女兵人圈子里边的一个口碑 那玩意最低的一个售价都在八九百块钱 也就是一些口碑崩了的让人骂惨了的商家打折的促销产品 也得卖到500块左右 而这一款出厂价它才不到200 这么一对比性价比是不是直接就上来了 靴子是一体的 整个的皮质感非常的柔软 很不错 而且这里专门在后边做了大型的开口 腿部双关节弯折的时候完全也不会影响到 只是这个素体脚踝显得有一些松 不过素形方面看起来还是非常漂亮的 我之前说这款东西的性价比高可能不是很直观 给大家做一个横向的对比 我买过一双这样的连体靴子 跟这个的质感摸起来是差不多的 唯一的区别哈曼穿的这个后边是开口的 我自递的这个后边是有绑袋的 还有就是哈曼的鞋跟比较粗 我自递的这个鞋跟是细的 除此之外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这款鞋子也有黑色的版本 我当时买下来的自递价格 这光一双鞋88块钱还不算邮费 所以这么对比下来可想而知 我一直在说的性价比这是不是就拉满了呀 所以可能不玩冰人的朋友们看到这款哈曼 无非就是一个带着二次元效果的芭比娃娃 但是当你玩冰人的时候你就会发自内心的感觉 这个价格能做出来这样的品质 已经挺极限了 毕竟它的造价和售价 已经把所有的品质局限到了这个区间 想要达到更高级的效果也好办 这张很严肃的脸女王范就很足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张脸拍摄的话 就应该以这种居高临下的眼神 服饰 然后抬起脚 高跟鞋踩 当然要我说最喜欢的这张表情嘛 这个玩法可就多了呀 而且毕竟它这些衣物都是能全部脱掉的 所以想怎么摆嘛 大家自己开脑洞去吧 二次元系的1比6女兵人角色本就出的不多 而高达的相关题材更是这里边的凤毛麟角 这回一压工作室放弃了原先的手办比例 改做女兵人1比6的韩曼 我觉得这个路线走的是非常对的 能把售价控制在200块以内 我相信这个售价应该会很方便的打开市场 但我感觉也仅仅只是打开市场而已 如果说想要继续把这个产品发扬光大 我觉得后续应该再出一些更高端的品类 或者说相同的角色可以分为不同的版本来出 比如说青春版了 精装版了 或者说搭配场景互动的地台版了 不同的价位应对不同的人群 换上不同的素体 或者说可以找这些做素体的厂子 成P的进一些这样的包胶钢骨 处理出来的效果应该也会更好吧 所以也只是个人的一点建议 相信厂商也一定有自己的规划 玩家们需要做的也只是静静的等待 看上自己喜欢的产品 觉得完全可以接受的 适当的支持一下也不错 最后再说一说缺点 因为是半包胶素体 它身上的一些关节 尤其脖子的位置 头雕是一个大胶柱素出来的 有一定的重量 和半包胶连接的球形关节处 这一块的脖子根部会稍显得有一些松 再加上脚踝这里做的是双球形关节的脚踝 所以支撑力度上边也是差了一点点的 不过目前来说摆造型是无压力 玩多了以后我担心它会站的部分啊 不过玩冰人的朋友们一般都会弄这种支架来摆放 应该问题也不大 那么得嘞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吧 来吧 谢谢大家